远离人生烦恼 有个人问陈诗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陈诗回答他说 先听我讲个故事吧 有一个农民想买一块地 于是他找到了地主询问价钱 地主告诉他 只要交上一百两银子 给你一天的时间 从太阳升起的时间开始 直到太阳落下地平线为止 你能走过多大片的土地 这些地就是你的了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 不能走回到起点 你将无法得到一寸土地 农民心里盘算着 如果我今天多辛苦一点 多走一些路 岂不是可以圈到很大的一块地吗 这样的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 于是他就和地主 签订了合约 太阳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 他就开始迈着大步向前走 到了中午 他走路的步伐 一分钟也没有停下 一直向前走着 农民在心里仿佛地想着 只要我忍受这一天的辛苦 就可以获得一大片的土地 于是农民又向前走了很远的路 眼看着太阳快要下山了 才往湖走 他心里非常着急 如果他无法赶回到起点 一寸土地也得不到 于是他超近路向起点赶去 可是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他只得拼命地向起点奔跑 最后只差两步路就到达起点 这时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 人倒在了那里 人的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是无法逾越的 因为人的贪欲永无止尽 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 这也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 禅师讲完了故事 便并目不语 那个人已经从这个故事中 知道答案了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就是人的欲望 欲望越多就越不满足 人就会越不快乐 越多烦恼 朋友 希望这个故事 能为您的人生带来快乐与满足 减少欲望 远离烦恼 我认为您的状态 你还没见过 这边的状态 我认为您无法逾越 我认为您的状态 是什么状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